缺一個蛋的問題 沒有到想到現在變成是有很極端的 一個說法 我們是直接看到 有國外的這個讀者來投稿 說他們在英國在網路上面 當地 英國當地土生土長的 這個大超市 San Burris 他們到處都有很多很多的蛋 規模比台灣的加勒芙還要更大 他們散養的10顆台幣52塊錢 而且要買通通都有 這是國外的資訊 但是農委會一再告訴我們 乃至於像美國 日本 他們的雞蛋 其實漲幅都很高 不是只有台灣特別貴 或者是買不到的問題 那農委會 剛剛主委陳吉仲開記者會說 他打算要跟澳洲等各國 進口五百萬顆 一天我們大概缺也許五十萬吧 五百萬顆可以撐個十天 那他說為什麼會缺呢 因為民眾多買了 這個應該是跟小英學的 超買 多買 買太多了 可以不用買那麼多 本來你們家吃十顆了 你買了 買二十顆 三十顆 當然其他家就會缺了 駐國代表謝志偉他寫了一篇 他說荒誕不驚 有人說缺蛋是一個很荒謬的言論 混淆不合情理 甚至他還罵這一些說缺蛋的人 是水昆蛋 因為那個字是張字 我們就罵人的字 我們就要把它消音 那包括激進黨黨部 北部的主委吳欣代 他就告訴大家 搖八岔 你們這些不要像小孩在哭了 要買糖一樣 就講郭董跟講缺蛋的人 不過事實上我們今天看到的新聞 是包括各地裡面一大清早 天都還沒有亮 婆婆媽媽就去排隊了 去排隊 結果白蛋 還沒有到 因為記者九點去 聽說清晨就搶光了 所以記者去的時候 就有看到很宏盪 這個是記者看到啊 難道記者也是搖八岔嗎 也是在說謊嗎 那更妙的是PTT大神杜毅錦 他說他去查了幾個關鍵字 PTT出現了有208個帳號 這一個在喊缺蛋 操作缺蛋的人 都是協同行為 講白一點 現在喊缺蛋的就是共匪 以前講馬克思叫共匪 現在講X叫克匪 叫共匪 就講X叫共匪 然後他說關鍵字哪些字 算是協同者 你如果在PTT寫ZZZ Respect 三三加油 一定不帥不意外 我都不懂 我可能脫離PTT太遙遠 因為我們以前玩過BBS 可是都不懂 包括這個 哈哈哈哈 所以現在連笑 在網路上笑都不行 哈哈哈你是共匪 都不行 三三加油都不行 包括抗中保台 左右逢遠太粗暴 這都不行 那有三個人是最新的共匪 第一位是鄭玉鵬 民進黨立院黨常幹部 鄭玉鵬 缺蛋其實比農委會預期的 還要更嚴重 第二位共匪 是我們的行政院長陳建仁 他說真的有缺蛋 三月初會緩解 第三位共匪是陳吉仲 他昨天告訴大家 那個十一點三萬 缺大概七千箱 下修羅變成是缺十一點二萬箱 那竹玉鵬也PO這個照片 因為顏雅倫告訴大家 缺蛋都是一種這個幻覺 難道是他自己的幻覺 我就買得到蛋 大家都說缺蛋 是我有幻覺嗎 其實是幻象 蛋白台語叫冷清 幻象冷清 你怎麼看這個台灣的現象 其實我覺得蛋的問題 陳吉仲現在目前 他修正回來 我覺得就對了 你至少你讓民眾買不到蛋 你就先跟大家道歉 你說大家有沒有因為 看到新聞在做以後 多買一盒兩個 我相信是有 一定有 但問題是他都買一盒兩盒 怎麼了嗎 他有可能買一整屋子嗎 但買一整屋子不會壞嗎 他一定買就是在那個蛋壞掉之前 所以你再怎麼買就是兩盒 你再買更多他會壞對不對 就這樣而已 我講完了 吃怪也是壞掉 對 那你這樣的話 如果買兩盒以上 你就會完全沒蛋的話 那你倒過來看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第二個 其他國家也有其能有感 也有這個飼料跟這個成本上漲 你以這個我們周邊國家來講 日本 韓國都有漲到五塊 八塊都有 跟我們台灣是十塊以上 我們為什麼比別人貴 再來就是怎麼會是 住得大死利益還來 你現在是有住在台灣嗎 你知道我們台灣是什麼 你算了好不好 你又不知道 我們真的去買蛋的時候 明白告訴你 買得到蛋 蛋沒有辦法滿足你的所有需求 那個蚵仔煎的店 一天要三箱 他只能買到兩箱 你說他買不到蛋嗎 當然買得到 可是兩箱以後 第三箱沒有 我沒做生意 就變壓蛋 那有些人他就是早上一箱 下午一箱 那我下午早餐店我要幹什麼 所以今天我們是確實買得到蛋 所以這個隱新 他講的東西我覺得很吊詭 就像我們台灣有少子化的問題 那我就天天說沒有 因為我有三個小孩 對不對 我跟我太太兩個人有三個小孩 哪有少子化的問題 那是溫刀 有的人沒有 對不對 我每天來這邊錄國民大會 錄完以後還跟亮哥一起看這回家 好開心 拍拍手對不對 結果台灣都沒有交通意外 你自己說什麼 所以這個 你有買到蛋 不代表大家不缺蛋 這種評論就不用 但至於你說去什麼大神 我不認識這個杜一錦先生 你不用去爬梳這一些 然後試圖用統計的跟大家講 這是個集體行為 我告訴你 這叫一個潮 我跟耀州以前在念傳播論理的時候 還有新聞學就有了 你一個叫沉默螺旋 會造成社會的一個壓力 大家都不想我就不敢講 你會有種潮 大家都跑去吃蛋 他就跑去你還需要什麼 中共同路人 最近大家都在買蛋 確實是很多人買 最近大家都在批評 說有人跟著罵沒有錯 但你要想辦法解決 陳吉仲以前都是 跟大家解釋為什麼 沒有解決問題 但他昨天道歉了 所以顯然賴清德 陳建仁 院長跟這個黨主席 方向就是道歉就限於50 你不道歉的話 就凹一下就不對了 那都已經這個狗咬尾巴 尾巴咬狗 現在政府都不想再對嗆了 這些要幫政府解釋人 還在那邊一天到晚嘲諷人家 買不到蛋的是Roser 那你只會引起提油救火 讓大家更生氣而已 我是建議政府 現在只要說我沒有缺蛋 這些人就把蛋交出來 負責把蛋生出來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昨天我們看到微風 這麼大的一個品牌 他居然被害了 90萬個用戶資料 傳出有外洩的問題 那微風說趕快做處理 那訴發部說 這個追查有困難 我只能拜託 氣意要做好 變成是民間自己要負責了 但是我拜託大家不要罵唐鳳 不要罵唐鳳了 為什麼 因為罵他他會高潮 他的心情會高潮 為什麼 他說網路上有很多酸民 他會去看酸民怎麼罵他 他會看到酸民罵他 他會很享受 看到酸民罵 他會覺得好酸 所以你去罵他 他就會開心 高潮 嗨 好棒 有人在罵我 會這樣 會去學習人家罵他的語言 所以拜託 大家不要再去罵他了 雖然他不務正業 只會點面線 他就講說 譬如說有人講說 那我們除了產業署 可以點面線 其實任性司 也可以點天線 哈哈 說完自己就逗笑了 他笑點可能比較低 可是連民進黨立委 今天自己都開一個記者會 他講了一個驚人的數字 他說去年一整年 台灣人被詐騙的金額 這已知的 沒報案不知道的 還不知道 已知的一整年七十億元 我們被騙這麼多錢 還有另外一件事情 行政院今天正式通過了 三千八百億特別預算 有十個項目要強化經濟 其中有一筆 大家會特別矚目的是 發六千塊錢 不能理解的是 我ATM直接領手續費居然高達四億元 我也才發一千四百多億 手續費居然要四億元 其中有一項是叫做ATM設計的 這一些銀行 要變更設計費 變更設計費 大家還記得嗎 唐鳳為什麼要送面線 因為他要做一個外送平台 要整合對不對 那為什麼不叫整合就好了 幹嘛 這四億真的很奇怪 然後另外有一筆錢 叫做所謂的成年禮 要給年輕人的一千兩百塊錢 本來發十八歲 後來政府說我錢多 十八歲發到二十一歲 二十幾萬人 一口氣變成八十幾萬人 那現在增加了 連振興相關的議文 加起來要花二十二點五億元 這筆錢 不是剛剛講那些錢 是這筆錢 就年輕人不買帳 Dcard上面很多人說 我二十一歲政府不要亂花錢 想不通有些錢 不去補助真正受疫情影響的 然後因為疫情事業的人 到底有多少 政府到底有沒有看懂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然後我覺得更納悶的是 這筆錢文化部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嗎 要用這一千兩百塊 去彌補逝去的青春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文化部講 用文化彌補逝去的青春 所有的年輕人說 什麼逝去的青春 而且年輕人的青春 只有一千兩百塊 亮哥我們錢這樣花 這個項目我真的看不懂 對 看不懂 怎麼有這種 彌補逝去的青春 而且又不是針對什麼 弱勢者或什麼 這我真的不懂 不過坦白講 我因為那個詐騙 那個已經很久了 我還是對彈比較有興趣 我們一天是缺四百五十萬顆 對 業者的統計 那我剛剛聽陳其中有宣布說 他要進口五百二十萬顆彈 這樣不是一天就沒了嗎 先過了明天再想後天 不是不是 你剛剛講四百多萬顆 是業者統計 那按照農委會 一天 對 但是按照農委會 他們的官方的說法 是缺大概一百多萬顆 那五百二十萬顆 進來也是五天就沒了 而且我還聽到另外一個 因為彈龍在講說 你現在進口彈 事實上 我覺得剛剛韋翰講了說 事實上 很多國家也都有缺彈問題 可是人家比較早處理 所以比如說他們就進口總機 然後就接續到 那逐漸的就不缺 那你如果進口總機 到真的彈要孵出來 恐怕也要好幾個月 那這裡又要有時間差 因為我有聽一些彈龍跟我們講 說你總機進來 然後要到母機開始有生蛋的能力 那那個恐怕要將近六個月 六個月 對啊 那我就不知道 我是說是不是客觀上沒招了 比如說你現在講三月 那三月是立即就全部解決了嗎 是這樣嗎 趨緩 那我看他就每個禮拜都進口 這樣可能最快 那這次好像要從澳大利亞進口 對啊 各個國家 各個國家一起進口 所以這個問題 可能要看有得解決 不過包括我們月票 我們剛剛講的今天通過的這些錢 還有其中有一筆錢 兩百億元 是要做我們的地方交通的補助 台北本來就已經有進行一二八零 現在要改成叫做一二零零 從今年大概七月開始會上路 總共全台灣三年編兩百億元 那北北基陶 中張陶苗 還有包括南高坪三個區域 有所謂的單一價 那台北的話大概就是一二零零 連鐵路都包進來了 原本一二八零是沒有包鐵路的 那在中部跟南部 他們大概是一千塊以內 但是其實有各自不同方案 比如說高雄市 如果單純在市區裡面 公共運輸的交通工具加起來 只要三百多塊錢 三九九 如果跨縣市的話 大概是九百多塊 所以各地方的這個方案 會陸陸續續的會推出來 那這筆錢到底划不划算值不值得 因為畢竟是兩百億元 第一個金額龐大 第二個那三年後 因為它其中有很多部分 比如說六都直轄市是補助五十趴 非直轄市補助七十五趴 不少錢七十五趴 那三年後沒有補助的時候 地方怎麼辦 中央要再給嗎 三年後又要選舉了 那這筆錢又是另外一個兩百億嗎 這些問題到現在都沒有好好的討論 舉一個例子二零一八年 雙北推出了一二八零 每年要燒十億元 那效果是什麼 在推出之前 每個月搭乘人數是兩百萬 推出之後 偶爾會突破兩百一十萬 就多那麼不到十萬人 等於說你一個月 每年燒了十億元 一個月大概多十萬人 其實這樣的CP值 成效是沒有那麼好 所以連高雄市長陳其邁都說 這個其實沒那麼重要 更重要的是公車電動化 公車路線捷運化 乘鄉票價一致化 尾翰 好 那個 我補充一下 剛剛有一個東西我沒講到 那個微風廣場那個個資有沒有 觀眾朋友他二月十五號 就跟訴發部講了 今天都已經二月二十 今天二十一號了 對不對 今天二十三號了 他十五號 就已經求助數位發展部了 就數位發展部 他這幾天沒有用 他最後被外協要搶 說你自己要想辦法 你不數位發展部 你存在那些什麼 無法解決問題 這現在跟大家補充一下 他有跟副作戰部講說我們被恐嚇了 要三個比特幣 大概台幣兩百多萬 但那個個資 他還是就被下載了以後 我們的政府負責網路的 這個部門 到現在為止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我嚴重質疑 這個部門到底在做什麼 你不要再罵他 他要高潮了 他要高潮了 不要再罵他 他說罵他要高興 那我還是要講 我不是要罵 你沒辦法解決問題 你今天被搶了跟警察報案 以後警察 他是無能為力 那你會相信警察嗎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到回來講這個 我倒是樂見 要知道我不需要講 我倒是樂見這個東西真的推了 因為通常台灣都是選舉開支票 選後就沒有了 那既然他現在推了以後 非常關鍵的是桃園 因為桃園現在也是這個 國民黨執政了 那桃園到台北 如果有通勤的 現在看我們國民黨會節目的 桃園或台北 台北到桃園 台北到桃園 會不會因為這個1200推出來之後 大家改搭鐵路 對 然後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他連桃園的基結 因為本來的1280是台北跟新北 如果他高鐵包進來 對 他沒有基隆跟桃園 就改變了交通習慣 就北北基隆 變成同一個生活圈 那如果因為這樣的話 觀眾朋友 大家都願意搭這個 大東捷運 運輸工具的話 會減少交通事故的死亡率 因為騎車的人 開車的人 也會減少塞車的可能性 因為大家如果搭到 這樣的話我覺得這個錢就值得 簡單講就是這樣 一句話就講完了 因為所有東西都必須要付出成本 就像以前台北市要把這個機車組 改成搭捷運 方法居然是 在台北車站周邊的機車停車位 要收錢 因為那時候我電視台在那邊 我們攝影師都罵到 可是後來發現 真的當大家去搭捷運之後 才有辦法捷運養起來 同樣的道理 如果這個1200 他能夠讓所有的北北基隆的人 大量的投入使用 交通運用工具 我在桃園就已經搭機捷 再搭台鐵 然後再怎麼樣 走到台北市以後 再用捷運交通來跑去 然後搭公社 不過那也是因為 雙北的捷運已經成為密集 所以桃園跟基隆其實使用的不多 那現在因為錢的關係 又加上可以使用的時候 就會增加他的那個使用的 這個怎麼講 就是積極度跟企圖 所以當他投入的時候 會可能台北跟桃園之間的交通 就不會那麼擁捨 我覺得這是可以期待的 等於說他實施三年之後 燒了兩百億 可能到時候要討論 如果真的像危害 還是要檢討 使用的人變多了 交通事故意外變少了 那再燒一次 再燒一次也值得 就是看到時候的CP值 不過我們看一個例子 基隆很多人到台北市工作 要搭一個科運叫9026 出了一個狀況 因為他們從去年十二月 改了一些地點 改了一些這個營運的單位 結果導致很多人在上下班 尖峰時刻大排長榮 你看嚇死人了 下雨天還沒地方可以遮 排這麼久 很多人都說怎麼等了 一個多小時 車子都沒有人 很多民眾抱怨說 我都失業了 每天都遲到 每天上班 最後就被炒魷魚了 名怨衝天 所以逼著謝國良 在昨天一早的時候就去搭 看看說是不是真的很殺 就是發生了一個 很恐怖的巧合 他去搭的時候 平常是一個小時一台車 突然間 車一直來 車全員不絕 很像鄭文燦去看雞蛋 蛋都滿框 鄭文燦來就有蛋 謝國良來就有車 就有車 文燦有蛋 國良有車 新的事說新語 公路總局還贏了他一把 謝國良等車只有花七分鐘 所以沒有等一小時這件事 狠狠贏他一把 後來謝國良到了下午 再去看另外一個客運 另外一個路線 到轉運站去看 結果也是一樣 本來人家等一小時 他等十幾分鐘 那他今天就生氣了 他說我不排除 以緊急避難的方式租遊覽車 載我這些無辜的市民回到基隆 他變成要逃難了 沒關係 不管有沒有逃難 重點是我可以準時上下班 不要沒有工作 同時間久妹知名的網紅 他推出了一個跟小七聯名的三明治 各種產品 可是現在引發了爭議 因為本來這一些是平價的商品 清明的商品 因為這個超商本身說 評價這個兩字不好聽 低廉不好聽 他希望聽講清明的 後來就說三十九塊 怎麼變成五十九塊 只是因為有他的照片 後來他沒有 他說有加本地的本土的雞肉 跟日本直銷的照燒醬 日本越摳越奶的照燒醬 中間還多了一塊肉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塊肉 原本這三十九塊的是沒有肉 但是民眾會說 我買三十九的 我就是沒有那麼多錢 你貼個照片變五十九 還有包括這個所謂的飯糰 變成奢華的海鮮丼 也是從三十幾塊變成五十九塊 不過有人說 如果你討厭這個網紅 你會買 為什麼呢 因為撕開要從這邊撕 然後另外一個他原本之前 有跟知名飯店 軍院聯名的大概是四十九塊錢 他想說跟軍院聯名的 而且蝦這麼明顯可見 肉眼可見的蝦 也不過四十九 怎麼會反而變得這麼貴 有網友講說他試吃 吃了六口 就把這個飯糰解決了 前三口有鮭魚卵 疑似生魚片的配料 第四口只剩下醬了 還是說他其實是有蝦子跟干貝 所以他沒有認出來 這個部分我要怎麼看 我那個電臺樓下的便利商店 有今天好大的廣告貼出來 這個酒妹我有關注 他的那個 他是一個很有名的 影響力很強大 但是我先跟大家講 就是網友都會 都會這個閒貨才是買貨人 這個不好 那個不好 他那個三十九跟五十九的那個三明治 明顯內容物是不一樣的 那個三十九的是火腿蛋 雙背起司 他沒有雞肉 可是這邊是照燒醬 烤雞蛋三明治 所以還是不一樣 那你說放了酒麵之後 他有沒有 因為他代言可能總是 這個機密我們不知道 他有多少代言費 那他裡面有沒有含他的代言費 肯定是有 但如果可以幫那個超商的業績 真的賣更多的話 那他合作就愉快 飯糰四十九真的貴 我裝五次的飯糰才二十七 兩哥不是 他賣五十九 五十九 定價五十九 你看我多節省 他有那個日本的照燒醬好不好 我吃鮪魚飯糰才二十七塊 你說鮪魚飯糰才二十七塊 你給大家二十七塊 你都沒有帶我去吃 鮭魚飯糰二十七塊 鮪魚 鮪魚 沒有啦 那個販賣機 自動販賣機 我是買自動販賣機 來 鮪魚的不要來亂了 我也是鮪魚的 很危害 他現在剛推出 因為其實我是覺得說 我們可以評論 消費習慣就是有人寫 有人看到他照片就去買了 因為喜歡他嘛 對啦 那有人覺得說 可是我是覺得說 吃六口就解決這個 跟酒麵應該無關 因為沒有貼酒麵的貼紙 那個飯糰就那麼大 說實在的不管多貴 六口算小口 對 但是你 但你不管 你不管一個是一百塊 還是一個是三十塊 就是這麼大 當然都是六口吃完 不然你要吃幾口 吃一百口 我跟亮哥都是三口煮的 三口就吃完了 所以這個叫做羊毛 戳在羊身上 你去買的時候 你心甘情願吃的 覺得好就好 如果吃了覺得不好 你就不要去買 大概是這樣 我是覺得說 這是一個合作 這個超商跟他合作以後 總是大家吃了以後 有意見要發表 有的人喜歡 有的人不喜歡 也要尊重那些不喜歡的意見 我看你怎麼看基隆這件事情 基隆這件事情我要說 因為謝國良 我先前訪問他非常多次 我們今天在談的這個巴士 其實他其中一點 他真正要解決的問題 就是基隆通勤的問題 是台鐵 因為他以前在當基隆立委的時候 台鐵的車 我把他講清楚 可是台鐵否決他 他現在當市長 他一定會 而且現在目前陳建仁內閣這麼暖 而且內政部長是林又昌 我覺得他會答應 因為他希望用基隆人能夠滿意 可是他之前直達車 台鐵否決他 我知道 因為以前有 現在沒有 他直達車什麼意思 就是直接從基隆車站 開到台北車站 沒有 到南港 沒有 他有兩個 一個是到南港 一個是到台北 他有兩個快速車 就是Express 這個會幫基隆人解決太多問題 這多久一半 大概就是半個小時 但是因為火車他的量大 那你也可以再增加 現在因為南港 當時 謝國王在當立委的時候 南港還沒有高鐵站 現在其實只要到南港就好了 到南港高鐵站 甚至可以往桃園 台中跟高雄去了 這個幫了大忙 對 因為火車力量很大 因為其實基隆的那個 你要知道 進到基隆就兩條路 那他那個太窄太狹隘 你上班時間就會塞 尤其你看他去看那個9026說在下雨 下雨一定是在這個 汽車運輸的方面 公車巴士一定會更慢 那我是覺得 我真不知道 為什麼謝國王去了以後 車就來比較多 這就是明顯在害他 這跟鄭文燦那個補蛋也一樣 我其實也不覺得是鄭文燦自己去 跟那個全聯社講說 等一下我要來 對 但是你們這樣會讓大家 感覺何不食肉迷 你都有坐到車 你都有買到蛋 你當然不覺得問題嚴重 應該要實際去考察 我覺得謝國王的幕僚現在做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 再次正式推出 提請交通部讓他那個直達的火車 第二個就是 跟他的小編 你也不要通知記者 再去哪一天 就兩個人拿一個有沒有 小攝影機去拍 他再去實際搭一次 大家就覺得說 那你這個基隆市場 謝國王真的是跟市民站在一起 你不要通知記者 真的去實測一次 你就知道到底要等多久了 還有另外的事情 我們這幾天 星雨上衝下襲 本來就是星雨 星雨 感覺是一隻 感覺大家討論出來 趕快上車了 沒有想到心風血雨 上衝下襲這麼嚴重 昨天已經有兩個社團 他們自助會 所以被套勞 套勞點大概四十幾塊錢 有人賠了千萬元 那這個自助會到現在 這是之前的截圖 現在聽說已經超過四千人了 那星雨也覺得很無辜 星雨的公關還跳出來說 沒有 我們張董 張國偉 持股高達百分之七十七 一張都沒有賣掉 我們沒有操作 沒有短線操作 那股票的漲跌跟公司 沒有直接關係 甚至他們其實員工自己人 申報也是按照規定 結果被人家想說 他們是整個到貨 他完全是尊重市場 其實也拜託大家 在合理價格的時候 理性的購買 不過有一些專家 他說其實我不是燦水 一個專家 至理名言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他是發現說大戶的人持股 就像這個曲線一樣 一直跌一直跌 一直在減少 散戶反而是增加 他就知道是下車的時間點 那現在星雨到底有多夯 夯到有一則新聞 威力彩有連續好幾成共沽 結果就出現了一個老闆 跟這個購買者的對話 他們兩個互相購買 然後突然聊到星雨 最近的這個股票 然後發現說彼此都有買到星雨 買了不少 欣欣相惜說 好吧 看在星雨做得這麼好 張董做這麼好 我們乾脆包牌給他買六萬六 然後我想說 連這樣都可以扯到 星雨的張董 然後另外一個 連小學生都知道 星雨的張董很厲害 為什麼 在新北市的樹林區 玉林國小 這是他們的這個表演廳 你看這椅子像什麼 這個是星雨的 飛機裡面經濟艙的座位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色系跟規劃 當然我覺得星雨可能會高檔一點 然後小學生一進去說 好像搭乘星雨的感覺 所以他們還特別辦了一個活動 還把這個小朋友還打扮成 像空服員的樣子 所以連小學生都對星雨 張董 曹 時尚都印象很深刻 有這樣的一個討論 這已經變成是到處都在討論 就是所謂人多的地方 另外一個中華開發金控 他們去年有推出一個故宮的碗 就是照片這一個 飽受歡迎 非常非常受歡迎 後來人家去網路上拍賣 最高這一組 還可以賣到九百多塊錢 不過現在價格稍微低一點 但去年是賣這個碗 所以曾經有新聞說 看到他們股價往下跌 原來就知道為什麼開發金要送碗 因為要給這些小股東摔 要把碗摔掉 就傳出說 怕小股東會拿來出氣 乾脆今年就改送金鑽杯 這樣子 但也有人講不是 是因為去年 他送了故宮的這一個碗 太受歡迎了 很多人搶不到 就小股東抗議 所以造成當時這個 前開發金董事長張家住 還特別在股東會 跟大家道歉 說對不起 害你們沒有買到 或者是排隊排很久 造成股東不變 很抱歉 所以乾脆不要做得太漂亮 做得醜一點 這樣就不會搶 也不用跟人家道歉 亮哥你怎麼看 這個是因為一月剛好疫情結束 那航空股都在飆 可是華航跟長榮都是 通常都是做波段的扭股 他比較慢 他這個股本小 就立刻拉起來了 那個時候有說月增58% 年增率可以到達1295% 所以大家這樣就亂標一通 亂標一通就是 坦白講張董也滿會做文圈的 所以大家就會注意到他 相信他的經營能力 可是你這個股標成那樣 主要是因為張董他沒賣 可是坦白講 他們有滿多內部人就是獲利了結 這是事實 他的解釋是說 他們按照規定申報 被大家解讀這樣 沒有違法 人家就真的賣了 比如說隨便講 就是有人是配偶 聲讓一兩百張這一種 就是大戶到貨這個事實 這是事實 持有變少是事實 事實上理性看這個公司的營運 也不會追成這麼瘋狂 就是這個沒有辦法 這個就是股市的瘋狂現象 那就是割韭菜了 是啊 你也不要講得那麼難聽 這裡面當然也有大戶去吹捧 也有股友社去吹捧 有種種原因 所以後來金黃會去做管制 我記得他有一天崩掉17%的 就昨天吧 這種現象我在陳政委看多了 可是還是有人想 你們在立法院的時候 沒有討論說要怎麼去做管理嗎 很困難 因為他股本小 所以真的有人要做 要拉就比較容易 可是有人就相信他的經營能力 就願意說我還是要放著 所以我覺得這個坦白說 這個不要用短 因為現在才二月 你看到年底就知道 你這個投資對不對 張董是不是有真本事 對不對 因為他從年初 尤其疫情之後 他們公司就不斷的有各種話題 每次有新聞 然後年輕人覺得想要去做做看 真的是這樣 這是事實 也有一點點他自己的真材實料 亮哥我要問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intel他委託 台積電代工的部分 傳出來在3奈米的部分 他的訂單要延到2024年的第四季 就是往後延了一劑 所以有標題說台積電是不是有危險 那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包括intel 他的股價在二月二十三號 是跌到二十五塊點四七美元 台積電的ADR他也從二月十四號的九十七塊九一 跌到八十六點八三美元 蘋果已經包下台積電N3製程的全部產能 進一步要鞏固台積電先進製程領先的地位 包括現在台灣的媒體 還有美國的媒體 權威媒體都在報導一件事情 台積電很多人工程師希望說 可以藉著科技移民 但這移民夢已經出現很大的危機 因為他們出現了很多跟美國談判措施良機 供應商的成員說 美國要吸引台積電到美國設廠給龐大的土地 但台積電只要到自己所需要的土地 如果精算其他建廠的成本比在台灣高了六倍 日本材料廠因此打消赴美建廠的計畫 然後權威的紐約時報 他還訪問了十一名匿名的台積電的員工 得到了一個心得 他說台美文化的衝擊衝突太大了 台灣的工程師任勞任怨 工時長的他就願意 做麼願意輪班 說在賣肝 但是這些當地美國人的工程師 就不願意 不願意加班 而且他又反過來質疑 你一些上級的指導說 你這樣做不對 他不賣肝 連靈魂也不賣 亮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應該是美國當地政府 比如說我土地給你 那你也要做承諾 比如說多久你就要蓋廠 不然你給人家閒置那麼久 對台積電來講 比如說20244奈米要出來 20263奈米 他整個的建廠的時程 已經400億美元要投入了 這時間已經 我覺得對他來講 我如果承諾太多土地 那豈不是承諾我要蓋第三廠 第四廠 對台積電這種這麼謹慎的公司 當然要看他實際的獲利狀況 如果像你所講的 比如說成本那麼高對不對 然後當地的美國員工 又這個有點水土不合 比如說他就責任制他不能接受 台積電員工都是責任制 比如說這個工作該你 你加班也要做完 對不對 那美國人就不是 美國人五點半就要下班 我管你的 那還有大業班等等 所以我覺得他是比較謹慎 就是我先承諾你土地 對我意義不大 他是要扎扎實實的做 能夠賺點錢 才繼續往下一階段走 那我承諾太早 那到時候如果一二廠 做起來沒有賺到錢 那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他是比較謹慎 那紐約時報特別訪問了 11名匿名的工程師 做出這樣的報導 亮哥你的解釋 我有看 事實上 我們也看到聯合報連續系列 寫了四篇文章 就是那個地方的東西 真的很貴 比如說一餐就要14.99 真的滿貴的 教育天說也是個問題 都滿貴的 不過基本上 他有cover他的醫療保險 據我了解 最恐怖的是醫療保險 他們去那邊薪水 是台灣的double 可是英特爾的薪水 是台灣的三倍 所以你還是會比較 但是他們要面對一樣的物價 對 所以生活事實上 比預期要辛苦一點 因為東西真的很貴 那這個會不會就像你講的 不可知的 已經在進行中的風險 接下來就要看公司的獲利程度 那你還才會進步 可是大家預測不是 你的獎金加薪這種東西 對不對 那大家已經預測 他的獲利就是偏低 那這樣不是更恐怖了嗎 你不能用今年來估 因為現在有點訂單都減少 因為歐美的經濟又不好 美國今年成長率才1.4 歐洲 德國是0.1% 英國是-0.9 那你如果說明年稍微好轉 搞不好訂單就會好轉 你用今年估一定會不樂觀 因為很多訂單會縮水 台美之間也出現了非常詭異的現象 以前美國重要的國會議員來訪問 我們都敲鑼打鼓 這一次居然是秘密的訪問 而且是美國的媒體曝光 台灣才被被動的證實 到底發生什麼事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這幾天台美包括中二的關係 變化非常多 台灣方面包括我們的外交部長 還有國安會秘書長 兩個人都到了踏進華府 聲稱是台灣 台美四十多年來 第一次這樣的官員 進到了我們華府 破了最高的規格 台美關係是最好 但蕭美請被問到相關問題 都很低調 倒是羅智正說凸顯台美關係 不再受制於中國 另外一方面 因為現在包括華友 美國媒體主動爆料 說其實中國問題 特別委員會的主席 蓋萊格其實已經秘密訪問台灣 就在上個禮拜為期四天 都沒有人知道 那這個消息一曝光之後 台灣外我們這邊總統府 才被動視著說是 他已經有來了 他傳達幾個訊息 說大概他在計畫 在今年夏天之前 要台灣舉行聽證會 那麥凱希的部分 本來傳說是四月會來台灣 他的訊息是明年 二零二四年年初 台灣大選之後才會訪台 尾翰怎麼看 這個外交部長 吳釗燮在那邊揮手 你看他的表情 都給他特寫 多高興 大家都忘記 我斷交斷了六七個國家的事情 對不對 這個外交部長真的太狠了 顧立雄也很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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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再注意看 但是消美情是特別低調 對 而且這個畫面 我們因為有截掉了 在顧立雄的揮手的後方 這邊 這邊 我們有後面 有看到黃崇燕在那裡 有沒有看到 畫面右手邊是黃崇燕 連總統府的副秘書長都去了 對不對 所以這一團是 這個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以來 前所未有的高規格 這個先確定這個 那為什麼叫前所未有高規格 因為當我們跟美國斷交 而美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建交之後 真正有邦交的是 中國大陸跟美國 那在主權上 五個能代表主權的 衛生官員或什麼的 沒有關係 因為他沒有代表主權 他是人道 代表主權的總統副總統 外交部長 國防部長跟行政院長 這五個人不能去 其他的人都還好說 可是這五個人就不能去 那不是說美國不讓你去 而是中國大陸要求美國 你讓他去 都等於你就是怎樣 兩個中國了 撕破臉 對 所以他就不讓他去 那這麼多年來 也真的沒有去過 那2018年台灣旅行法通過之後 按照台灣旅行法裡面的講 兩國的官員是可以互相訪問的 就應該要解除了 但是齒文樓梯想不見人下來 已經過了這樣算起來快五年了 明義上五年 2018到現在2023了 從來沒有過 好 那你去查 2019年的時候 李大緯有去過美國 可是他當時的身份是 國安會的秘書長 不是這五個人之一 所以好 那這很簡單 你今天雞蛋比較肉也有香 你有一個香 你跟六個孫他都會破掉 所以吳釗憲 你看吳釗憲笑得特別開心 他就告訴你 我們沒有限制了 已經沒有了 有沒有 那孤立雄比了個五 就是我們五個人都可以來了 有沒有 是真的嗎 開玩笑 他們是這樣的 我們五個都可以來了 那五個人裡面 就包含了蔡英文總統 所以美國方面高調 而且其實你看那個行程對等 他的他的副國務卿 你說他的團隊 對 然後我們的AIT 我們的駐美大使小美琪 然後連這個孫小雅都都也都回去 在現場開會七個小時 高規格 就臺美來講最高規格 那這樣見完之後 沒有啦 沒有對等 對啦 副國務卿也沒來 副國務卿 蘇立雲也沒來 那樣講是國語國對等 沒有跟我們有幫交力 但我意思是說 一個對一個 就是說至少他會談的時候 這七個小時是 他的事務上有一個對口 就是說連AIT的這些人都來了 然後談一定跟台灣有關的事情 這種狀況之下的時候 下一步我覺得 可能就是蔡英文要去美國 只是蔡英文去美國 他分三種 最簡單他一定會去 而且一定能去的就是 當我們的友邦像巴拉圭有什麼 過境 對 他就過境美國 那以前馬英九 李登輝 陳瑞扁都有 但是這一定不是蔡英文總統要的 他要的一定是比這個更高的 第二級或者是第一級 第二級就是說 他可能回他的母校康內爾去 走一走動動 馬英九也有回哈佛 發表演說 對 這個我覺得也不難 那最重要就是 他是不是能到美國的國會 那在美國國會是參訪 第一點就是到國會 對 就是最高等級的 那如果那樣子的話 他絕對比佩洛西來台灣 還要嚴重十倍以上 我們最高等級是進白宮 他就已經建交了 你說那個 國會發表演講 跟進白宮都很驚人 你進白宮 他如果去國會 他要大陸飛彈打過來 他如果去進白宮 大陸飛彈打去白宮 大概就是這樣 在外交事務上 你可以把它解讀成 我的看法 美國跟民進黨政府 就是走得比較近 就等於也跟大家 秀給大家看 我們就是這麼的緊密這樣子 那包括在我們剛剛講的是台美之間 那中俄其實也有很多大戲 王毅他見到了這個普京 那普京對他盛情的款待 他們甚至有這個面對面 一些反彈也就直接有播放出來 所以現在外籍的媒體 都有談出來說 在質疑說 是不是有談到所謂 俄烏的戰爭和平方案 但是俄國的外交官 外交部反應很快 立刻否認了這件事情 那兩岸之間有個最新的新聞 殲7戰機2023年 也就是在今年就要退役了 大批的飛官要調任去操控無人機 甚至連殲6都被改成無人機 但是台灣這方面 我們很多這個軍事上 要更加努力一點 因為我們在騰雲無人機 在美花蓮衝出跑道 昨天換下21號 換下2000的花行章的時候 附油箱還掉落 包括我們軍方也傳出了很多 這個不幸的消息 亮哥你怎麼看最新的局勢 這個俄羅斯顯然不認為 中國提的那個方案有夠具體 實際上很抽象 比如說勸和促談 不要用和平方式解決 這個 因為俄羅斯擺明的就是他要 把烏東的戰爭升級 以戰逼彈烏克蘭 那目前俄羅斯跟烏克蘭提出來的方案 彼此都不能接受 所以你作為第三方你也很難協調 對不對 就除非你是 你實力遠遠超過這兩個國家 你才能夠提出調停 調停就是說我就提個方案 你們兩個就認了吧 中國顯然 給我吞下去 對 中國不願意這樣 比如說美國就提出過 以巴的兩國論的方案 那個時候巴勒斯坦願意 以色列不願意 美國就直接提出方案 那這個顯然沒有辦法這樣做 因為俄羅斯 烏克蘭他們 一定最後要醞釀自己的方案 那當然這個就是一個 悲劇的徵兆 就表示戰爭恐怕還是要打 這個就很麻煩 甚至可能打得更激烈 對 這個就很麻煩 那事實上那個蘇孝皇他提的 我們這個副研究員提的 這件事是大事 就是他把他那個老舊的殲6殲7 如果改裝成無人機 那這個對台海是很大的威脅 因為他就比較沒有受到速度 載重的一些限制 因為你要考慮飛行員適應狀態 那就會有一些限制 那如果都變成無人機 搞不好變成自殺機 那事情就大調了 那這方面我是覺得台灣 我們的無人機的那個 投入的經費真的太少 我們應該要投入更多 事實上我們在講那個不對證 做這樣無人機就是 可是我覺得我們這方面的 預算太少 事實上蔡英文去年 才第一次去嘉義揭幕 可是我覺得經費實在太少了 而且整個層次檔次也更不太少 也不夠高 人家已經是直接殲7億 對 可是我們台灣市場 整個無人機的那個產業鏈 是有的 那就是一直前都不是主要的項目 之前不是說出現在 烏克蘭戰場上面的 很多是台灣的基隆廠商 去做成無人機 把它改裝成是可以攻擊的 沒有錯 其實規格還是跟這個所謂的 殲7戰機改成無人機 檔次還是差 這個大支多了 差太多了 這個原本是戰鬥機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要投入更多的預算 比如說你去買F-16V就是這麼貴 對 如果少買幾架 整個投入無人機 我認為可以發展出不錯的成績 因為到時候 包括我們這方面 我們對無人機 飛過台灣 領空什麼的 我們其實現在 相關規範也講的 模擬兩可不是那麼清楚 是還沒有發生 你以後就知道 發生事情就大條了 那普京昨天發表 國情質問的時候 台下睡成影片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講兩個小時 火星發表國情質問 長達兩個小時 這麼重大的演說 卻被人家捕捉台下裡面 很多人睡成了一片 其中有一位是指標人物 他的心腹 梅德韋傑夫 那為什麼他特別明顯被拍到 因為他就坐在第一排 所以鏡頭怎麼拍都會拍到 他在打盾 那其他包括這一位 他也是拚命的揉眼睛 其他根本就很多人都撐不住 不是一位兩位 但是我也覺得納悶 那兩個小時撐不住是正常的 但是我畫面居然特寫這些人 這很奇怪 這不是應該是他們國營的電視台嗎 那烏克蘭的政治分析家 當然他可能會從烏克蘭的角度說 普京的地位可能受到他的盟友 瓦格納首腦普里格律的威脅 那個我們請亮哥來告訴大家 這邊好可憐 瓦格納是民兵 他不是政府體制的軍隊 就再怎麼樣軍隊也不可能被 怎麼可能對民兵取代 講這種話 所以我就說烏克蘭的小杜 聽聽就好了 那個杜菇如果說俄國的國營電視台 直接給他播出來 那就表示俄羅斯真的是民主國家 怎麼樣 就是普京朋友宰相杜里能撐船 不是 媒體就直接給你派 不過講兩個小時 普京的演講真的很boring 對 嚴肅得要命 這個美國的政治家分析是說 最主要是因為他講的 以前都講過了 對啊 沒有新意 就只有那個要暫停那個start 只有那個是新的 其實他都講過了 但為什麼他們的電視台 沒有篩選這些畫面 還是說沒辦法 因為到處都在睡 避不開 這個我不知道 無法理解 或者他不認為這個是什麼 值得去特別提醒的事 覺得很正常 就是這麼枯燥乏味 亮哥請教另外一件事情 因為有個新聞 說俄羅斯要推出黃金簽證 事實上其實好幾年前 是英國先推出了黃金簽證 要吸引俄羅斯還有其他國家 因為俄羅斯有錢人很有錢 但是他們不見得在國際社會裡面 受歡迎 但英國跟他們招手說 你只要有投資或者是買房子 我們就給你居住的這些居留權 還有包括護照簽證等等 現在是俄羅斯倒過來 因為人才流失太多了 所以他廣發包括印度 其他國家 你願意來投資俄羅斯的 我們五年之後就可以獲得 俄羅斯的公民身分 亮哥怎麼看 這個我覺得成功機率很低 俄羅斯公民有這麼吸引人 我記得去年戰爭的時候 俄羅斯的公民在海外的 還紛紛把護照拿出來燒 因為俄羅斯的比較高階的人才 真的都外流 因為你在戰爭很多科技都被抵制 你如果去駐俄羅斯 你很多東西都不能做 因為你被抵制 被全球抵制 被歐美 日本 韓國抵制 我看他的新聞是說他跟印度 可能不是跟歐洲招手 是印度國家招手 我知道 可是你拿這個身分 你也不是說像日本護照 你可以通到150幾個國家免簽 對不對 誘因是什麼呢 對不對 事實上俄羅斯人也有跑去中國 他搞不好認為中國比較好賺錢 而且沒有被制裁 那更不要講跑歐洲 事實上跑歐洲是一大堆 他們很多富翁不是跑英國 就跑南歐嗎 我認為不會成功 我不相信俄羅斯護照 有這麼吸引人 這個計畫到底是怎麼來 因為其實美國也有推出這個 全世界各國有所謂的黃金護照 這個到底怎麼來 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 剛剛講到黃金護照 其實美國很多有錢人 都是拿這個黃金護照 過去中國跟俄國人是最大宗 可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其實現在變成美國人 是比較主要的 那主要提供這個服務的國家 包括加勒比海歐洲的國家 那最受歡迎的塞浦勒斯 還有包括蒙特納哥羅 還有馬爾蒂 因為我們窮人家 這些有錢人去的國家 念不出來 富豪投資的移民首選 其中還包括葡萄牙 而且門檻很低 你投資的金額 只要臺幣八百一十四萬元 這個真的非常非常低 護照持有人可以隨時到歐盟 從任何一個地方去定居 拿到了成為公民 拿到簽證這樣子 那黃金護照 這是我們示意的 透過投資 而且換到某國的居留簽證 取得該國的永久居留權 或者公民的身份 韋翰 會想要取得那個黃金護照 到其他國家去當 有永久居留權或當公民 他主要是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說 我在我這個國家 已經生活到一個極致了 我想要去海外 我要去退休生活 但我有錢 我有閒 另外一種是我有麻煩 我這邊我可能有金融犯罪 我準備要報了 我就要跑 對不對 所以當然就是這種狀況 那你也要有基本條件 可有歲率 對 那還有的就是說 我生活方式要改變 會所遇到 對 要逃稅 逃稅多了 逃稅 那會去葡萄牙多的人 就是因為去葡萄牙那邊 去休閒 跑去阿亞蘭 對啊 我的地方 台灣也跑去新加坡 對 所以以上所述 跑去新加坡 歲率低 最近有知名的例子 馬來回來了 所以你說怎麼會